你好 欢迎收看1月13号的大华林地方新闻 我是肖佳慧 卓西湘公所从2016年起提案争取设置苦茶油加工厂 历经5年突破许多限制 在2021年3月正式完工 农民期待让苦茶子在最短的时间和路程就近加工 让消费者买到最新鲜的苦茶油 卓西湘从2016年开始提案争取新建合法的苦茶油加工工厂 历经5年突破许多困难以及限制 将派出所学校用地社区用地花了许多时间整合 变更为特定墓地事业用地 终于在2020年拿到建造 加工厂总共设置经费1800万元 在2021年的3月完工 并且所有的机具也都已经进场完成 现在目前的设备都已经到位了 那目前放在厂房内的呢 就是一个刚刚那个冷藏库 再过来是这个炸油机 然后就是后面的那个绿油设备跟 厨油桶脱壳机 还有外面的干燥机 这是主要的一个脱壳设备 过去农民收成的苦茶籽要送到长冰加工 来回路程大约100多公里 运费就是很大的负担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加工厂的设置 让苦茶籽能在最短时间以及路程 就近加工 让消费者买到最新鲜的产品实在非常开心 种植意愿就会提升了 因为很多老人家以前就想到说 那跑那么远去炸油 他们就不太想要去做后面的加工跟行销这一段 既然这边有个炸油厂 而且未来可能又会结合到光光跟行销 所以开始部落的炸油意愿就提高了 农民表示产销般大约有40到50公顷面积 过去需要运到外地炸油 40公斤茶籽才能炸出250毫升的一瓶油 每公斤要付30元的炸油费加上运输费成本比较高 非常乐见新建在地的加工厂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